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会觉得意外吗 或许不会 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了 在三线合一之后 这个位置上是可上可下的 上如果不放量的话其实走不远 但是下其实你可是可以找到一个支撑 但是当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一个阴线的时候 而且又是在尾盘的最后的15分钟放量下跌 再加上之前混改的一个龙头 中国脸通在今天盘中是跌幅巨大 所以会不会对于你原来的这样一种预先的判断 认为不管怎么震荡 反弹仍在路上的这样一个判断 可能要去修正一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一个是主板 一个是创业板 因为其实这两天呢 这个创业板我们也在说 如果说它这个相提守不住的话 会不会拖累到整个市场 我们来看一下主板和创业板的一个表现的情况 主板先来看一下 昨天三线合一 我们就提到了上 压力 下有支撑 那么今天呢 其实因为是最后的15分钟的 这样一个快速的刹跌 所以呢 收了一个光角的阴线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光角的阴线的时候 踩了一下十天线 认为是一个正常的调整吗 这是不是一个快速的洗盘方式 还是更加确定了调整可能要展开 那如果你只看主板的话 其实你还是不够的 你还要看一看创业板的表现 因为创业板当下在一个无趋势的 这个空间运行当中呢 可能你对它的认识 就是它是一个弱势的体现 更多的机会应该在主板当中 但是万一它要是出现了一个 继续下跌的这样一种状态 会不会拖累到市场呢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板 创业板昨天就提到了 其实相对来说肯定是一个弱 而且这是一致性的预期 只是它会对市场的影响有多少 今天创了最近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新低 就这个横着的一段小平台 今天呢创了一个低点 1932点 但实际上它创了这个低点之后 一是放了一点量 可是呢也略微带一点点下影线 所以呢还可以说它 显守在这样一个平台的区间之内 所以它接下来的走势 是至关重要的 会影响到这个整个市场 或者说主板 还是说其实创业板 现在已经形成一致性的预期了 哪怕它接下来连绵的阴跌也好 其实续的下跌也好 对于整个市场的影响 也没有太过分的去关注了 那么说完了这个创业板的市场的影响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个小级别的一个K线 60分钟线 为什么看这根线呢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说到过 60分钟上面的60单位线 这是从2969反弹以来 一直都非常重要的一根支撑线 我们来看一下 从2969当时突破 这个60分钟的60单位线之后 在这个正常的交易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几次是回踩了60单位线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当天 回踩之后 然后探底拉回来了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拐头向下的趋势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圈出来的12月5号那一天 直接就是跳空 击穿了这个60分钟的60单位线 换句话说就也宣告了 2969到330样的这波反弹 终结了 这是一个趋势的扭转 那么随后呢 它也反抽过60单位线 但是呢 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也从来没有站上过 所以这个下跌的趋势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看看今天 其实60单位线在3132点 其实也就是下方的二天线 这样一个位置上 所以是否这个反弹趋势还在 这只是一个反弹过程当中的正常回踩 所以我们今天开场白要和大家说的是什么 这关键的一天 就是在明天 很多人都说啊 现在这个市场每天好像都特别关键 因为呢 我们好像都是在看短 做短 因为这个市场呢 还涨急跌 这样一种特性 一直都没有改变 所以也没有办法 也很无奈 但是明天的这个走势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如果能够收回去 就意味着这个反弹还在 如果不能 是不是短期要去考验一下前面的地点 所以我们来听一听 今天请到的三位嘉宾 他们对后市会得出怎样的一种判断 今天想到的三位来宾分别是张蕾 张运蕾还有余伟 欢迎三位 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一下今天的调查 也是顺接着 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做过探讨的 也是问过这样一种问题 那么今天是如期迎来了一个中阴的调整 所以大家会如何来看待它 其实这个中阴就意味着风险释放完毕了 跌完之后就拉回去了 对吧 这是一个在释放风险的过程 B 今天的这根中阴意味着调整的确立 所以指数将会再度的考验前递 我们来看看今天几位嘉宾的选择 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参与一下调查 先来看一下张磊老师吧您倾向于选哪个 倾向于选 那么应该说今天这个跌幅其实更多的是就像李婷刚才说的最后的15分钟也受到了联通 那么尾盘的这种杀跌影响对一些权重股有所带动 那么把这个指数压回来 但是压回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个一个均线系统时代不断的走好在修复过程中 尤其早上我就提到过20日均线 那么其实已经进入一种走平将要拐头向上的一种态势 那么如果说市场再度的拉回的话 那么这些均线系统会形成一种发散助长 那么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其实今天我们看市场跌的内容 两头再跌 什么叫两头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看到近期最热的一些以魂改为题的这些权重 那么前期一直在走得比较强 那么今天有所回落 那么这个其实个人认为是一种短期获利行为的一种回吐 那么当然也折射出了一种市场短线者的一种心态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既然供不上去 那么有种兑现的欲望 另外一块就是最弱的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以创成指为所的两小板 那么其实这也是一个市场情绪的表现 就是说这一块 因为对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来说 手上拿的是中小创的个股多 那么迟迟的没有表现 甚至市场涨的时候不涨 跌的时候还要跟进 那么其实对人气的一种打击也是比较大 那么也会游导市场的一种 短期的一种看空做空的一种心理 但是有一点投资者要注意的 这一轮3068上来目前为止 就是说整个一个量价配合 其实还是很理想 哪怕今天是开了一根 看是这波上来最大的一个阴线 但是量并没有明显的放大 而且还有一点我刚才强调 是最后15分钟刹的 如果说这个市场 短期大家认为 这个反弹已经在3174结束了 那么如果余智欣的 因为一回调的话 今天不会放在最后的尾盘 15分钟刹 其实早盘就要刹了 好 就是在您看来 其实今天的这个刹 也没有什么底气 最后15分钟刹一下 有点偷袭的位置 偷袭一下 所以其实倾向于跌完了之后 就能拉升了 有可能明天甚至个人认为 都会形成种阳暴音的格局 好 稍后听您详细的分析 张老师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再来看个另外一位 张运磊 你的选择 我会选择A 也是 其实在上周节目当中 我已经说过了 整个市场的话 上方见到3180附近 那么昨天最高3174 对 那么这一代的话 压力应该是正好是碰到 30天均线附近 因为元旦之后的话 连续突破了诸多根均线 一直没有像样的回挡过 那么市场当中 目前肯定是一种 存量死心的 这样博弈的市场里面 不可能现在是一股脑儿 把上方的压力 全部击穿之后 再能够上一个台阶 所以我觉得呢 要提防突然之间这种 市场当中传出这种 黑天鹅的事情 那么近期我们已经看到 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些 包括像七指放开 等之类的 虽然说可能不是一种 非常大的利空 但是市场会进行一个利用 所以我觉得这种利用 可能是非常急促的下跌 我觉得短期之内 空间不大 调整空间不大 就会有一个中期趋势 继续向上的过程 好 上周你就说了 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激烈的震荡 甚至呢 就是一种洗盘的形怡 嫌疑可能跌幅比较大 那今天是不是就算 但是其实今天 有什么黑天鹅吗 我们一会儿来听 他详细的分析 我们再来看看 余伟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也是A 就是我认为今天的调整 是一种上升波段 那种洗盘的味道更浓一点 从3068 第二次探底到3087之后 我们看到1月2号的 这样的一个 1月3号的这一根阳线的突破 也确立了底部形态的构筑 那么这个底部形态构筑 有一个颈线位就是3143点 其实在突破颈线位之后 指数很明显的是量能跟不进 量能跟不进的前提条件下面 就是做一个紧线位的回踩 而且在回踩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量价的关系 还是比较的理想 所以说今天特别是 当然早盘也是累计了一定的跌幅 这个在两点半之前 是做了一个反弹的动作 但是最主要的这个跌幅 是产生在了最后这十几分钟的时间 那也就意味着 其实空头更有一种 就是希望把筹码压出来的 这样的一种味道 更是一种正当洗盘的迹象比较明显 所以基于这样的一种判断 我认为明天开始指数 以此为基础来做 进一步向上反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好 你看我们今天三位嘉宾 是一致性的都选择了同一个选项 选择A 但是就在我们三位嘉宾 在做简短的选择和陈述的过程当中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我看到大部分的观点 都和你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位叫何伟的 他就说今天盘面是沉闷的 反应市场没有赚钱效应 春节之前调整已经是大概率了 另外一位说老法师的 他说大盘春节之前已经无心恋战了 这个位置也没有上升的空间了 所以继续要调整 还有一位提到的说 技术上分析明天有可能是加速下跌的 因为今天就是一个信号 你看我先看到的和今天三位 完全不一样的盘子 我们一会儿来看看大家 到底听完他们的观点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简单了解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情况 今天是一个全线下跌的一个态势 那么从这个跌幅上来讲 上证指数0.79%的跌幅 已经是3068以来跌幅最大的一天 中小版0.76的跌幅 创严版0.72的跌幅 整体来看三个市场比较平均的跌幅 来看一下成交量 终于有一天是下跌的时候缩量的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 反弹缩量下跌放量 但是今天因为是在最后的15分钟 几位用的词是一个偷袭 所以成交量没有明显的放大 再来看一下涨停的加速 39加急剧下降 但是跌停的加速也比较多了 7加 最近几个交易其实分化越来越明显 涨得多的可能就会出现在跌停的 这个榜单之内 赚钱效应 18%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低的赚钱效应 所以值得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市场 来看看今天的关键词 中阴来袭 从选项来讲 几位都一样 那其实如果当几位嘉宾 都是比较一致性的预期的 这样一种判断之后 那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问了 我们先来听听张老师 一个说最后的15分钟 你倾向于是一个偷袭 但是你看领跌的是什么 中国联通 中国联通应该说是混改的一个标杆 再加上创业版 今天也创了新低 所以为什么这几个综合的 比较负面的现象 你认为其实是一个市场 还是一种偷袭的这样一种走势 因为刚才其实我已经简单的表述过了 那么今天联通最后的这个沙跌 其实投资者可以细心看一下 本轮的联通 其实累积的涨幅已经相当大 它也没有做过一个像样的回调 那么在市场进入一个短期 大家一致认为 上方有压力需要消化的时候 那么多方阻力采取一种 以前我们经常说的 拳头拉回来再打叙事的这种味道更浓 那么其实刚才我也结合了军线系统来说 这里其实上周开始 进入了一种 就是说五日线上穿二十日线之后 它其实形成这样一个净差之后 本身就蕴含着一个要拉回再回踩的结构 那么另外一点 刚才我也提到 就是说这里边的今天的盘面是两头在弄 一个是强的 就像近期的一些国企的 那么今天整体性的进入一次高位的震荡回落 那么另外就是最弱的一块 以创成子为首的中小创 那么开始创了一个近阶段的一个新低 这点也符合前期一个判断 我认为当时1933我就质疑说 这个低点有可能未必是个绝对的低点 那么今天又破了 当然我相信明天有可能惯性还会再沉一沉 但是投资者要注意的就是说 这个指标其实只是对市场的人气杀伤比较大 因为刚才提到 对大部分的中小投资者来说 因为他拿的是中小创 手上有可能未必有这些 所谓的改革概念的这些大盘股在手上 那么一旦这些个股不涨 反复的这种盘跌阴跌之后 对整个市场的预期会形成一种相对悲观的 因为很简单 觉得指数涨我股票不涨吗 没有赚钱效应嘛 这个其实也是这种盘面的一种压制现象 那么这个压制其实并不是现在有 在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 当时就是因为中之头的那批权重开始涨的时候 中小创就始终被压制 所以这个分化我当时就强调 是行情未来向更大级别演变的一种信号 并不是说不良的一个信号 当然短期因为中小创目前我觉得 还是处于一种震荡注定期 但是有一个好处 就今天创新低了 投资要注意的是 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上的底背离 这个是具有比较有可短期操作价值的一个信号 那么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前期只不过是分时级别上的背离 那它的反弹力度有可能还相对有限 但是一旦如果出现日线级别上的 那么未来的一个反弹力度反而会更大 所以作为操作来说 到反而我认为今天这样一刹 无论是主板和中小创 到反而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 就是说如果要回升反而有一种合力的效应 所以我觉得明天倒有可能会产生一种阳包音的格局 你觉得是两个市场都是有可能 都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甚至如果说两小板反弹力度大一点的话 有可能还会开出中阳线都有可能 我想问您的是 我刚刚为什么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主板的这波涨是靠什么呢 你靠的就是混改 对吧 你说这一波涨的是什么呢 中国建筑中字头等等 然后跌完了之后起来就是混改 从最早其实这一波已经开始有中国联通了 但慢慢地扩散了 对吧 扩散了之后 然后到各个七大行业 然后最突出的其实就是军工的 这个混改的概念 但是今天看到的就是这些最强势的品种 它已经开始调整了 难道这不是告诉你说 最强的主线可能熄火了 意味着市场已经开始走弱了吗 这个呢我的理解呢 就是说现在的市场 因为整个受了2016年的影响 大家都在用显微镜看市场 就是说只看短的 长三天四天了都认为要调一调 那么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开始 那么只有等什么时候 它真正行情走了一大段了 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个地方 我不该用显微镜看 而应该用望眼镜看 那么这个市场已经在去年一年 把投资者 包括市场分析人士都教育成 现在只能拿放大镜显微镜看 而不能用望眼镜看市场 那么所以才纠结于一种短期的一种波动 那么其实 从整个元旦到现在 我们看到其实主线很明确 就是以这些混改为首的这些大盘股 始终在反复的活跃 那么甚至大家去看一看 今天虽然大盘还在跌 但是其实一些市场 一直冷门的东西 比如说像今天的钢铁 很强 但是钢铁并不是今天一天强 钢铁已经持续强了一段时间 如果我们去看钢铁指数的话 其实最近走得相当的漂亮 那么再另外一块 还有就是元旦之后 开始大家看到的两桶油 莫名其妙一下 两桶油开始走强了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一种 我认为市场说 它因为混改 但其实是整个围绕权重在发酵 就是说权重并不是因为 联通跌了而要熄火了 我是觉得在不断地扩散 有可能是联通涨多了 它需要歇一歇 有可能市场会推出更多的 新的这些上涨的权重 来维系整个一个行情的向上 所以我觉得整个市场并不是在压缩 而是在不断地扩散 好 就是这个联通金的跌 不是说标杆倒了 对吧 只是说涨多了正常的一个回调 对 我听象于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回调 改革也好 混改也好 它可能还会继续扩散 继续延续 所以对于市场认为 热点如果还能持续 主线还在 那应该依然强势 对 好 我们再来看看张月磊 张月磊其实上周来也说了 可能盘中就会用这种 快速的激烈这种方式 也可能会伴有黑铁鹅 但我们好像也没看到什么黑铁鹅 今天的这个中阴来袭 你觉得是不是就是 你一期当中的那根中阴 来了洗盘彻底吗 我觉得这跟中阴的一个幅度来说 应该说是基本上差不多 当然我们说 这虽然说定义为中阴 可能还稍微比中阴的 这样一个定义还稍微少一点 但是如果跟元旦之后 那几根阳线比较的话 今天那个幅度还算比较的大 从这样一个比例关系来说的话 我觉得今天基本上调整 是差不多能够一步到位 当然不排除明天惯性 还会想朝下探一探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觉得收盘 就是有效的应该能够收回来 那么从目前的一个走势来说 其实我一直在类比于 那么去年五月份之后 横了15这个交易之后 那一波的一个拉升 然后再会有二次的探底 但是值得注意的话 从整个一个确实通道来说的话 当时的一个走势 更加的一个极端 大起大落成分更加明显 因为当时的话 适合交易横盘之后的话 一根阳线马上就达到了 去通道短期线的一个上轨的位置 然后在这里盘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之间又被一根阴线 又给砸到了一个下轨的位置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们看到基本上是走得非常温和 也就元旦之后的连续几天的反弹 也没有探到它的一个 短期线的一个上轨 所以我觉得这次回落的话 也不一定会探到 它的一个短期线的一个下轨位置 那么下轨位置的话 也就是在3100点附近 所以我就觉得极端的 有可能明天 关系才砸到3100点附近 但我觉得还会能够收回来 但是目前短期线的一个中间位置 大概是在3150附近 今天被击穿了 但我觉得明天要密切关注 在对于3150的这样一个争夺 那么另外的话 另外关注 因为这个区间正好在 3130到3150附近 所以我去更认为的话 短期可以关注一下 3130这样一个点位的一个支撑 那么另外再说到了 对于这波的话 我觉得还是看到 我的一个中期的目标 应该说短期震荡之后的话 它的一个目标方向 就是应该说 能够到3300点的一个附近 这是符合目前 整体市场的规律 我认为的话 整体市场 这个短期的一个换手 应该说并没有杀出 更多的一个成交量 说明整体市场的一个吸收心态 还是比较的一个明显 所以另外的话 针对于短期的 整个一个存量资金的话 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打热点 都是基本上是群上群下的 从去年的话 我们热点的一个脉络来看的话 被举牌 然后可资源转让 然后到这个混改 然后的话 你会回过来看一下 当时被举牌 以及整个一个可资源 现在都已经有些股票 已经跌得稀里哗啦的 说明整体市场当中的 它背后逻辑 你说现在还存在吧 还存在的 只不过资金是什么呢 由于一个热点 新的热点启动之后 完全去打了一头 所以我认为的话 从整体指数上来说 不一定会调整幅度太大 但是对于近期 这种已经非常离谱的 那种混改品种当中 二级市场炒作 已经涨幅 已经非常巨大的这些东西 我觉得风险未必 已经得到完全的一个释放 但是如果说这些品种 短期需要释放它的风险的话 然后新的热点呢 你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 对吧 它没法接力上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不就是说 一边在调整 另外没有接力的 那其实不就是应该调整 其实在这个过渡阶段的话呢 我觉得会有新的一批权重股 会当中的话会起到一个缓冲作用 其实今天明天我们看到 包括像中国中野 一些中指头品种 盘中有过拉升 明显是起到了一个 缓冲中国联通下跌的 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短期之内的话呢 对于其他权重 之前以及盘在那里的 像一些中指头品种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 这种应该说一个过渡阶段 直到下一波的一个 主流的热点出现 然后再会把它们的 这样一个上涨这个权力 完全的移交到他们新的热点当中 好 对于主板这个判断 你的观点也和张磊一样 都是下方的空间不大 这也就是一个洗盘 之后呢 维持你们中期看涨的 这个观点不变 那刚才其实问到的张磊呢 就是因为这个混改的 这个龙头标杆 中国联通的下跌 是不是预示着这条主线 那我问张云磊呢 其实就肯定是跟中小创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中小创今天呢 我们不是说中小创这个走势 我们要说的是对整个市场的影响 就之前呢 一直是在这个箱体里面运行 但是今天就是非常明显 首先它已经是五连音了 而且已经创了一个新低了 与此同时呢 还放了成交量 所以它会不会有可能 就跌破这个箱体 反而会对整个市场的情绪也好 人气也好 包括主板 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不会 不会 因为目前从整体市场 因为中小创反应的市场 整体盈利效应的这种反正式反应 其实不要看因为上证指数 目前好像似乎各方面的形态 走得还可以 只不过是我刚才说到了 因为市场当中 所有热点都集中在一头 现在这一头正好是打了 之前的一个权重 包括像举牌也好 可资源也好 这里边都涉及到权重 所以指数上来说 其实应该说幅度走得还可以 但是哪怕在主板当中 其实一些市值偏小的品种 它也并没有完全呈现出 一个非常好的盈利的机会 那么在中小创里面的话 只不过因为他们表现不好 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当中的权重 不是市场当中的热点 其实我们如果看 最近有一些非权重类的 中小创的一些品种 其实它并没有呈现出一个什么 继续探出新低的 这样一个现象 反而是在之前 有一个什么 均线空头排列的这种形态 现在逐步转化为一个什么呢 横向在走动 明显呈现出一个非常抗跌 今天其实我发现 有很多中小创品种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反而在逆势的收红 所以我觉得这里边的话 说明在中小创里边的话 它其实一方面 经过12月份的 这样一个平台破位之后 基本上该杀的 基本上也已经杀出来的 那么接下去的话 我觉得有一个什么 不计必反的一个道理 因为再加上年报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 之前我也反复强调过这个观点 就是很多中小创品种 它的业绩是非常之好的 它的估值水平 现在的优势 在逐步逐步显现 但是如果反观一下 主办很多一些周期性品种的话 之前我们都认为是有价值的 但是包括像中国联通在内 它背后的话 可能最大的逻辑 还是一个改革 那么如果看它的基本面来说 应该是目前还谈不上 任何的价值可言 所以我觉得 这一比较的话 包括像刚才我们说到的 军工这个板块 它背后逻辑是改革 但是为什么它涨得最凶 因为是整个去年的话 它没有向量涨过 基本上也是一个什么 超跌反弹 这个弹性力度会更大 所以我倒认为的话 像今天盘中 探一下的中小创来说的话 我觉得后续 这波反弹力的 我觉得可以于重点关注 好 那我听下来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首先中小创 创业板也不会拖累到 整个这个市场 更不用谈主板了 不会拖累的 反而物极必反 跌得多的 应该反弹的空间 来得更加的可观 是吗 这是张月磊的判断 所以就是说调整 大家都觉得调得不深 但是再起来 你看好什么 一个看得中小创 一个肯定干的是权重 我们稍后回来 来听听余伟 认为短期这个市场 这个洗盘 最主要的一个盘面的现象 是什么 对后市会有怎样的一种判断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股指期货的表现情况 连接到的是东正期货的刘宇 刘宇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好的 今日三大七指早盘均小股低嗨 五盘后有所回落 并维持弱势震荡 最终三大七指均已下跌爆收 成交量方面 三大七指主力合约的成交量 均较上亿交易日有所回升 成交水平有所放大 近期资金面明显改善 央行结束了连续的进回笼 并于周一周二连续两天进行了净投放 资金共计约1200亿元 不过大部分投放的是28天的资金 并未对7天回购进行放量操作 资金面的改善 也是推动国债近期反弹的主要原因 临近春节 居民换汇的需求大幅增加 春节前后 国内货币的趋势将会以中性偏景为主 特别是目前一个月 以及三个月期限的资金利率仍在上涨 资金分化的趋势仍未改变 需要警惕资金波动率的改变对于市场的扰动 基本面来看 去年12月CPI涨幅放缓在预期之中 主要原因是因为猪肉价格增速放缓 菜价涨幅有限 鸡蛋价格有所下降 去年12月PPI继续上涨 主要受到了大宗商品上涨的推动 其中黑色金属材料 以及油色金属电线类 还有燃料动力类 这三类品种的同比价格涨幅均超过了10% 整体来看 12月物价水平整体在预期之中 通胀没有压力 这也使得央行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 将会有更大的弹性 整体来看 市场在债势起稳 人民币贬值压力 微微缓解的情况下 走出了一波反弹 农业供给侧改革 以及混改等利好政策的影响 将会对期指形成支撑 叠加去年四季度 国内需求保持稳定 基建投资 脱底实体经济 经济复苏的动能 将会有望进一步加强 但是短期受到了 节前资金休息的影响 量能可能无法短期有效释放 短期内期指 仍将以正当整理为主 好的 主持人 好 谢谢刘宇的观点 接下来咱们回到节目当中 来看看另外几位嘉宾 对于后市的判断 先来看看余伟的观点 你认为今天的下跌 风险释放完毕了没有 怎么看后面 好 首先还是从 我对于波浪的理解 来说说最近一段时间 盘面的走向 应该说在元旦之前 3068这个低点探完之后 指数的一个二次探底 是走到了3087点 随后是起来这一波行情 那么从现在的 这个浪行结构上面来看 我们更愿意把它理解为 是从3068开始的 一个第四浪修正 那么从第四浪修正的 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现在无论从时间 还是空间的角度 它都已经比较充分了 一般的情况上面来讲 就是四浪结束之后 会有一个五浪的上攻 而五浪的上攻 应该是要创3174以上的 这个新高了 那为什么不说现在四浪是 调整到位了吗 调整到位了 时间空间为什么到位了 时间上面它已经跟 这个3127到3087这个下跌 它已经是基本上等长了 那另外一方面 从幅度上面 四浪的修正 相对于三浪 一般来讲 三浪都是一个 相对主攻的这样一个波段 而这一次的三浪 它整个上涨的幅度 也已经超过了这个一浪 那么所以说 它的一个修正 大致会在半分位 和强势黄金分割位之间 那么半分位是3131 强势黄金分割位是3141 也就是今天整个指数 最后落在的这个位置 是3136 我觉得还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位置 而且明天如果 有一个惯性低开 下沙的话 在3131附近 甚至再稍微低一点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就在3121附近 也都没问题 对只要在3121之上 我觉得整个 四浪修正 它都是属于 无论从时间 还是空间的角度上面来说 都是一个合理的状态 所以说 目前来看 这个调整 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调整 但是从另外一个 角度上面来说 即便是合理的调整 到现在 因为时间空间 都已经差不多了 它也需要有一个 五浪上攻的 这样一个动作 来完成 它这个3068开始的 第一个波段的上涨 那么正因为 这是第一个波段的上涨 所以我说我们预期 在整个春节之前 它整个市场的走势 不会走得非常的流畅 就按部就班 一步一步的去 就不会长得特别凌厉 对 那么我们现在先对 这个未来如果 起来了 产生上攻了 它五浪 可能上攻到哪个区域 我们来做一个预期 那么如果就以 今天的低点 当然有可能 还会更低一点 我们不去考虑 就如果10个点之内的 这个差距 我们都不多做 这个考量了 就是以现在的 这个点位来测算 那么它的攻击的 黄金目标有两个 一个是0.618倍的3188 一个是一倍的3222 那作为一个 如果是一个趋势 相对于于3301到3068 它是一个趋势反转的话 那第五个波段的上涨 一般它的幅度 不会很小 如果很小的话 它就会显得很局促 那这个可能后续的走势 会显得更加的弱一点 所以说对于 这样的一个上攻目标 我们现在来看 3220点左右 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位置 如果说能够 攻到这个位置的话 那么对于后续 在经过震荡之后 进一步再向上脱身空间 是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那我们明天观察的点 就是一个人说 这个调整 是不是真的到位了 只要能够在3121之上 是吧 包括像收盘 只要不破3121 对吧 其实都是可以的 就意味着 四浪调整结束 应该会展开一波反弹 然后这个反弹的高度 你刚刚提到的 0.618就是3188 另外一个就是3222 所以现在你主观是倾向于 调整差不多了 明天应该能起来 对 另外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说到这个3200点 附近的位置 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从下跌波段看 就是3301跌到3068 整个下跌波段 它的强势黄金分割位 在3211 那么突破3211 按照我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看 要创新高 3211必须是站上 所以说在后面这一波的上攻 其实对整个指数 攻击的要求并不高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轮番动的都是一些权重过 真正要把上阵指数 往上推个100个点左右 这样的一个空间 并不是很难 但是如果只要打到3211上方的话 那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春节前后 整个市场经历震荡之后 它是要去走一个波段大的行情 而这个波段大的行情 我其实在元旦之前 12月28号来节目的时候 我就提到过 就是330要这一波调整结束之后 我看的是一个大波段的 C浪的上攻 我对你这个大波段的理解 是不是 如果说这波的一个反弹 我们说从3068起来 能够看到3211之上 那才会有大波段的 这个反弹行情 是吧 就是这波的这个反弹 能够看到这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 3301甚至更高 是吗 要是看不到3211的话 那就不用想 那就是取责一点 就是我觉得 从3301开始 它走的这个下跌波段 会显得比较的复杂 但是最终结束之后 还是会有那个C 还是会有一个大波段的上涨 只是这个时间要往后拖了 可能要拖到3月份 甚至更以后的时间 那从目前来看 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直接形成这种 大C浪上攻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 短期来看 就是能不能够 把3211这个位置守住 然后形成一个上攻 进而把3200点上方的 这样的一些关键的位置 去摸一下 摸一下之后 我认为整个春节之前 还不会 整个市场我觉得 还不会急于的发动进攻 还是会做一次修正 因为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 目前整个市场的一些主线热地 并不是非常清晰 虽然大家都认为 混改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主线 但我个人认为 其实真正的主线 可能会是在春节前 进行叙事震荡 酝酿之后 才慢慢产生出来 所以现在这个混改 你认为不太会 能够成为真的主线 所以市场也不会走得特别凌厉 是吧 你认为的这个真的主线 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含义呢 它可能帮这个 整个市场未来的一个主线 形成了一个大范围的这种集群 然后在这个大范围的集群里面 它会挑出 因为现在混改的这个方向太多了 太多了 对不对 它没有一个点说 是能够贯穿始终 有始有终地一直走下去 之前走得比较凌厉的 就是中国联通了 但中国联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它没有帮手 它只有一家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要找到这样的一个 有互相呼应的 这样的一个集群 那么才能够使 整个盘面要后续 走出一个比较像样的声浪 比如我们因为 对这个大范围的这个判断 基本上是要到3600点 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你要走到3600点 你必然是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连续的 不断向上推动的主线 而并不只是一只中国联通 这一只股票 对吧 它要相互呼应的 所以说我觉得春节前后 就是酝酿这样的一个主线板块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就是春节之前 在孕育的或者酝酿的 就是春节之后的春季行情 好像你们都 对于春季行情 还是比较值得去期待 也比较去看好的 我们再来看看 关于这个成交量的问题 再来听一下余伟的观点 关于这个成交量 刚才张老师 张林老师其实也提到 觉得现在这个量 量价合理 是吧 但是我们总会看到 一个现象是什么 就是反弹的时候 你是缩量的 下跌的时候 你就放量 就今天你看到的是缩量下跌 所以没有成交量的配合 所以是不是就是 你也很难看到那么远 你们俩其实看的都挺高的 这成交量 从哪来呀现在 那么一个呢 大家有一种习惯性的思维 认为春节之前 好像应该要放一个 相对比较长的假期 那么大家认为 这里边有可能会存在 很多的所谓不确定的东西 那么大部分资金 不愿意在这个时候 做一种作为 但是不代表 整个市场就不会涨 因为前期我也提到 这个地方回升的话 如果只回到2000亿之上 那么它的一个回升 应该来说不会很快 对吧 当然也不需要很大的量 你比如说这个地方 再往3200点去 甚至3200点上方一点 我觉得差不多 24500亿的量已经足够 因为这两天 其实包括今天的一个下杀动作 其实也就是在消化前期 因为上一轮进攻3301的时候 在3180到3200这一代 有过一个小平台的整理 那么包括回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也有过一次 停在这个地方的整理 那么这个地方确实 有一定的这种当时的压制 那么需要做一定的消化 一旦这个消化 我觉得在这几天完成之后 那么再去突破 确实量能不需要很大 那么另外一块 其实也符合 于老师的一个判断 我也认同 就是说联通单兵突进 不如来的 就是说整体的 就是说有板块效应的 这种更大 所以我刚才特意提到 像两桶油这种 有可能市场是很 不愿意提到两桶油 觉得它一涨 好像就不是好事 但其实我觉得 在今年元旦之后 两桶油的这种表现 其实已经是一种 我的理解 就是权重股的一个 整体的觉醒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告诉你的事 连大家都不认同的 最不敢想的东西 它都能涨起来 创新高 那么没有理由 不认为这个地方 权重不能涨 所以说我觉得市场 也是在酝酿一个过程 有可能现在由原先的 联通单兵一支 有可能会扩散到 整个一个板块出来 所以我倾向于投资者 如果难选的话 你就围绕中指头的一些权重 或者有原来一些 原来一直强调的 上证五菱为首的权重 当然五菱里边 我一直说要剃掉银行 因为银行位置不低 你不要去碰银行 别的我觉得都可以 但是如果大家一看到两桶油 你刚刚说的是 看到两桶油涨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看两桶油都能涨 都能创一个短期的新高 那就是权重的决心 但人家想市场资金 就那么点 两桶油一涨 那其他的就得跌 而且当轮到两桶油 都已经涨成这样了 那就是说权重当中 该涨的基本上都涨不过 这个就是我刚才 其实也不小了 就是刚才我理解的 就是说投资者 对目前包括一部分 市场分析的想法 就是说大家都现在 都在用显微镜看市场 好 因为我只是认为 两桶油只是刚刚开始 好 稍后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几位 对于后市 尤其在操作上 在品种的选择上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咱们来说操作 虽然刚刚几位 对于后市的判断 是比较乐观的 调整完了之后 还能够继续反弹 但是继续反弹的过程当中 一 你要关注 什么样的品种 二 你的操作的节奏 该怎样去踏准 你看昨天这个市场 涨停的加速也挺多的 涨停的这些个股 我们看看今天的表现 绿色的都是今天的表现 是吧 昨天涨停的 今天跌了8%的宝色股份 昨天涨停的中原证券8% 英飞特昨天涨停7% 敏东电力 电力恒改的昨天涨停 今天跌了接近7% 这是次星股 昨天涨停6.7% 西移股份是军工恒改 昨天涨停6.7%的跌幅 轻松渐化 甘肃电头 还有红旗连锁 都是出现了 这样普遍明显的调整 都是昨天涨停 今天就大跌 所以你说这个操作怎么把握 你们认为这些持续性的主线 还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但是为什么会 一天涨停 一天就大跌呢 我们先来听听张月磊 对于后面操作的判断 你是怎么看的 大家应该如何来对待 刚才说到权重 我觉得我倒有点不同的意见 我认为的话 整体权重 我觉得之前可能是 大家全面铺开来的 我们说可能不管什么权重 反正我们说跟整个一个改革 大改革相关的 基本上都能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我们都知道 改革这个东西 最终落实到了 肯定是公司的一个层面上 也就像我们以前谈军工的话 更多的看重组 重组肯定是某一个公司 然后看它突然之间停牌了 然后复牌怎么样情况 所以不可能是一个群体的一个效应 所以我觉得对于权重这块 我觉得是要谨慎 接下去我觉得 之前大家是先铺个网 抓到哪个是哪个 抓到一个军工的 然后中国兵工 然后公布了一个方案 那么接下去 我觉得这些权重的话 倒不一定说 它短期要跌掉多少 我觉得它接下去 我觉得弹性会越来越差 这个形态走势 就像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看一些那些 当时被举牌的一些方案科一样 之前它可能在弹性 是最好的时候 反反复反复 调整一把 然后再拉起来 让人感觉 这个好像是余威犹在的感觉 再会强势第二波 但是你现在看这个方案科 基本上就是什么 一点点滑了滑了滑了 它不是说一天跌掉多少 包括我们现在看 如果看一些 之前的可资源一些 五昌鱼 四川双马 也是这样 先给你一个弹性最好的时候 然后第二波弹性稍微差一点 接下去现在的话 弹性越来越差 所以我觉得改革这东西 有可能 包括像今天的钢铁股 涨得最好的前几位 太钢不锈 都是一些偏小的东西 就是这些今天 在今年2017年 有可能在这个一个 供给车改革的情况之下 有可能是被收购 兼并的对象 所以他们的一个改革的 这种意愿 可能是更为的强烈 但是看一些大的 钢铁企业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走势 其实是比较一般 弹性也比较差一些 所以我觉得 接下去改革 肯定会分化 不会是一个大面积的 大范围的 那你觉得主线 还在改革 还在主板 这条道路上吗 我觉得主板 看一些什么呢 看一些 稍微规模偏小的一些公司 一些周期的一些公司 刚才我们说到了 像银铁企业当中 规模偏小的 有可能被收购的 这些对象 我觉得可以具体关注 但是权重这块 特别是一线权重 我觉得一定要以规避 我觉得再次反弹 不一定是一个什么 不要追涨 不一定是再次上车的 一个机会 因为之前你一直说 中路头 任何的这种反复 包括我们现在看 中国建筑 它之前是龙头 弹性刚刚开始 调整第一波 然后起来也是比较强的 但到现在的话 你会发现 弹性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包括像今天启动的 像中国中野 也没有轮到中国建筑 所以我觉得 第一波启动的 弹性最好的那些品种 我觉得到下面的话 有可能它的一个阶段性 会脉冲的反弹一下 但是高点会 逐步降低 所以对于主板当中 这个权重 你就和张老师 张磊老师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明显告诉你说 大的绝对不能做 任何的反弹 它的高点都会逐迹下 也先给你时间吧 你怎么看 我倒是真的 跟他观点相反 我只是认为 这些权重 包括我刚才说 梁统 只是刚刚开始 那么更多层面 简单点说 我认为 除了中智头 去年明显人家 已经先入为主 现在刚刚起涨 这些大部分的权重 我认为都属于一种 刚刚起涨的建仓阶段 你指现在 什么是刚刚起涨 中石油算是刚刚起涨 对 我认为 其实他从去年的 低点7块多 涨到现在8块多 也就涨了一块钱 百分之十几 比去年2638涨到330 要到指数涨幅还小 它不能涨 所以说我认为 这个阶段 只是一个建仓 因为我们太多的 用显微镜在看 就认为 涨了10% 好像它已经大涨 其实你没想到 它有可能这个地方 是涨50% 甚至是翻倍的 你因为涨了10% 就已经认为它高了 那么很可能 大部分的投资者 更多的 都是未来在 更高的位置去买 就像现在的 中国建筑道理是一样的 4块5块6块7块8块 一路涨上来不买的 涨到11 12块了 跌下来了 跌到现在8块9块了 大量的中小投资者 开始买了 但是他忘记的是 它从4 5块涨上来 所以我说 这些权重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你要现在赶买 才会享受到 它未来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能想到的 这些权重 因为你看 之前涨的都是中筑头 是吧 然后好像你现在看 哪怕今天再涨的 都已经是中国中野 中国核建 就已经不是之前的 那一波了 所以你说的 这些权重 你看银行 你刚刚是不看好的 不是说不看好 就是说银行 有可能是最晚会涨 就这个先是放弃的 对吧 我们不是个股推荐 但就是觉得说 应该这也是一个标杆了 对吧 中国联通 这已经涨那么多 然后今天开始调整了 也不可能一天就调整完了 对吧 还有什么是这些权重呢 银行这大的东西 已经撇掉了 券商 保险 钢铁 今天保险确实表现得也很强 那么极有可能 会有这些新的板块 因为我记得上周 我做节目的时候 还记得强调 就元旦过后的 第一个交易人 拉动第一根中阳线的 是两大主流板块 一个是军工 一个是金融 那么金融 从第一天表现之后 到现在一直折服没动 那这两天 保险稍微有所动作 那么投资者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关注 这些金融 一旦启动的话 其实对指数的作用 比这些中指头来得更强 当然银行 我还是提 就是说银行暂时不要去碰 好 来看看余伟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对于整个元旦前后的 第一点找到之后 形成大波段的反弹格局 还是比较有预期的 而且我们预期可能会在 3600点左右 所以说他会经历一个 就缓步建仓 然后再洗盘 然后再做主声浪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现阶段 我反复强调一点 它是一个逐步建仓的过程 那么其实在逐步建仓的过程当中 最最出跳的那些板块 反而不是未来的主线 这是我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我认为 整个混改概念 一方面它太大 它太散 它太乱 所以说在未来要成为 以混改作为主线 去拉动整个指数 向3600点方向去 这个运作的话 难度很大 那我反而认为 大家还是应该去关注一些 有确定性的 既然我们是要做一个 大级别的波段反弹的 这个格局 可能它就是贯穿整个一季度的 那么我们就去预期一下 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业 什么样的一些板块 它可能在一季度的表现 会比较的好 它的业绩会比较的体现 好 一会儿回来 给你时间让你来说 一个是3600点 那是什么时候的3600点 还有什么可能才是主线 能够带领这波行情 一会儿回来 我们再来听几位 对于后市的判断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有飞科智能电器 为你提供的精美奖品 我们请大同股东起来 看看是哪一位幸运观众 好 停 好 恭喜尾号 029的观众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接着咱们来了解一下 明天依然可以申购的三支新股 一支是极有股份 代码是732429 15块的发行价格 17000股的申购上限 另外一个是张家港行 张家港银行 002839的申购代码 4块3毛7的发行价格 5万4千股的申购上限 还有一个是极大通信 300597的申购代码 5块5毛3的发行价格 2万4千股的申购上限 明天盘中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接着我们先来听一下余伟 刚刚留了一下悬念 你觉得是什么板块 可能会形成一条主线 还是延续我原来的观点 就是强周期 因为强周期大家都知道 在经历了 应该是从07年开始 就一路就是进入了一个 大幅度的调整 大中商品也是从一年 一二年开始 持续的大幅度的下跌 但现在来看大中商品 基本上底部形态都已经出来了 而且很多的大中商品 都已经上了一个台阶 那么应该来讲 在整个去年的四季度 和今年的一季度 他们整体业绩改善的预期 会非常的明确 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你如果说 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 它的走势会相对来说 比较波动的话 这种确定性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走势就相对比较平稳 虽然它也会随着指数 来进行上下的波动 但是每一次 只要指数一期稳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像有色 像钢铁 像机械这样的一些板块 它就是一根小羊小羊小羊 往上慢慢地去做一个 推进的这个动作 而且这种动作 我个人认为 更多的是为未来 走更大的波段 再做一些一种叙事 所以说我认为 整个强周期 它一方面有确定性 有一定的 所谓的市场的号召力 另外 它如果有个别的个股 在跟这个混改 做一些嫁接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市场 就整体就找到了 一些新的兴奋点 还有一点就是非常关键 我注意到就是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提到的这个供给则改革 它其实也提到了 要有一些扩大范围的 这样的一个提法 那么前期的煤炭钢铁 已经很明显 把整个相关商品的 这个价格 已经稳定在一个 相对的高位了 所以说 未来供给则改革 如果一旦扩为的话 原来大家都觉得产能过剩 这个企业盈利效果非常差的 这样的一些行业 就会迎来一个复苏期 所以说我认为 在一季度当中 强周期的确定性 能够使得这个板块 有比较活跃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一旦跟市场当中的 一些热点 再做一个结合的话 那这个板块就顺风顺水 互相呼应 就能够带来这个市场 比较亢奋的机会 好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 在微信上 大家今天的选择情况 今天很有意思 这个中阴的调整 到底会如何看待 是更加确定调整要展开 还是只是一个洗盘 洗完了之后就能拉升 今天我们选项是这样的 认为跌完就能拉升的 38% 自然选择 指数考验前低 调整确立的有62% 其实这个比例 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今天三位嘉宾是一致性的 如果按比例来 就是100% 选择的A 但我们今天更多的投资者 选择的是62%的B的选项 我们再来看看仓位调查 加仓 减仓 空仓 会发生怎样的一种变化 就在昨天 减仓已经是比较高的一根柱子了 今天 今天最值得我们关注 空仓的比例是明显上升 今天有18% 减仓的22%也不低 仓位不变得27% 满仓的是明显下降 11% 加仓的也有22% 今天最明显的就是满仓和空仓的 满仓下降 空仓上升 我们来看看几位在仓位上的 这样一种判断和控制 张老师 那么从这个调查的结果 我倒认为明天这种杨包音的格局 有可能更可能性更大 你是因为大家觉得谨慎了是吗 对对对 这个我刚才强调 就是因为中小创的走落 他会对市场情绪的一种打压会比较厉害 那么另外还有刚才我补充一下的 就是说如果投资者觉得现在选股很难 尤其你说一些权重范围太大 那么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对后市有报信心的话 其实做一些指数型的基金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么你毕竟这个是规避了你选股的一个范围 你取一个指数的平均收益 那么包括像我刚才提到中小创 那么你选股不行 那你买些这种资金 张远琳呢 你觉得仓位上 我觉得应该说 整个一个第一季度的话 往往期会是最好的时候 那么我觉得目前从各个权重来说的话 他只不过经历了第一波的这样的调整 那么余威有在 所以我觉得短期 甚至什么和中国年中之内 可能还会有板筹 因为它是目前第一波调整之后的板筹 应该说还是具备一定的利益 当然我个人认为的话 目前可以很少关注 Sicher savvy 我自己的房间